本港新增9宗新型肺炎確診個案 是連續6天確診雙位數之後 再次錄得單位數增幅 亦有少於10宗初步確診 9宗確診中有5宗本地個案有聯繫 包括再多一個康志梨木樹宿舍院友 亦有多一個人初步確診 累計一共有6個照顧員或社工 12個院友確診 另外有2宗個案未找到源頭 包括昨天初步確診 屯門醫院曾經住在內科病房的31歲 懷孕39州人婦 她是今日確診 衛生防護中心說她沒有高危因素 胎和她的情況都穩定 和她曾經同一個病房的10位女病人 檢測之後都是陰性 另外1宗是75歲住在荃灣的男病人 在太子杜西一間廠房做雜工 疫情有機會反覆的 特別是開啟社會的社交措施放寬的時候 但這個社會可能都是要運行 學生都是有需要上學的話 可能都是要保持 我想所有人都是 社交距離要儘量保持 另外多一個新型肺炎確診者離世 她是聯合醫院一個83歲的女病人 她住在彩虹村錦雲樓 有長期病患 8月2日因為發燒 咳和喉嚨痛入院治療 之後情況持續惡化 迎致到今早9點多離世 全港累計有89個確診者不知 不知能這樣的 老是平常的活動 叫做原福 有超級重的 老是 感谢观看